回到老师的身份,那怎么回到老师的身份? 来,您右上角这里 有没有一个离开教室 如果你刚刚有登录帐号,你可以离开 你可以直接离开 那我们离开之后,你可以回到他的首页 你看,回到我的首页给你看一下 你的首页应该是长这样 有没有 如果老师的是没有登录帐号,刚刚是指单纯的 就是用学生一个名字进去,那你登出之后就是完全空 就是要登录 注册一个帐号之后再进来 你看这里有两种,应该说三种 你看 你自己 创造的教室,创建的教室 你如果有跟你的Google克斯文结合 来自Google克斯文的教室 然后呢,如果我有跟OneNote结合 我可以还是OneNote的教室 所以它有三种教室的乃义 那你们的应该没有像我这样子,因为我的教室很多 所以我把它改成这样 你们的应该是会像这样 对,你们的应该是像这样 对不对 还是你们的是这样子 这样子 哦 那 因为那时候我有建议就是有名称比较长 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所以我就 我就 不会用这种显示法 好 那我们怎么自己 开自己的教室 有两种方式 一个 就是你在右上角 要发起教室 那如果老师你想要读取你的Google克斯文 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这样就直接把学生抓进来 对不对 那边的名单就可以带进来 也可以带进来 当然同学进去了之后 他就必须要用那个Google账号 才可以进入你的教室 要相同的账号才行 这样老师了解意思 那就把你自动兑钱 那看老师 如果你现在做测试 你要单纯一点的 你可以用右上角这个发起教室 好你看我按一下发起教室 好你可以给 他一个教室的名称 教室名称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0616测试 OK 建立教室 就这样就好 好 这就是一个空白的教室 老师有没有发现在你的左手边左手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 那你的显示方式也许跟我的不一样 就是在 左下角这里 有一个九宫格 左下角有一个九宫格 你可以按 他会有 比较大的图示或者是用那个 项目清单的方式列出来 看你觉得哪一个 你用的比较习惯 我印象中预设子应该是这一种 应该预设子是这一种 好 那 进教室之后 当然要先怎么样 先 决定好 就是我们的教室的那个 对不对 教室的名称以外 你看 左下角这里 有没有叫教室设定 比如说我怎么让同学加入我的教室啊 跟我们今天刚刚一样对不对 你来这边教室设定 好按下去之后 您看一下 刚刚老师有没有注意到你进我教室的时候 大家进来都有个怪兽的图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左手边 教室设定里面的第1个 好 学生的头像 是要让他们 可不可以自己更换头像 还是得入刚刚的那个 怪兽的图 你可以自己决定 好如果你允许同学更换 那他就可以自己上传 再来 可不可以允许 同学之间互留讯息 这个你自己决定 就是他们有 然后 刚刚我们不是在播放的时候会有一个 Do the best Good job 之类的 如果你觉得这样有点 扰人 你可以把这个声音关掉 就这个是第1个 你可以看到的 好 这是第1个 教室的基本设定 再来 有没有视讯会议小组 但是这个 不是指的 你Google Meet 那个会议 这个是什么 小组视讯 也就是说 有些教导是需要分组 但是Google Meet现在的分组功能 是不是付费的那个 教育版才有 之前大家体验过一段时间 90天 那如果你还想要那个功能 你就变成说 好吧 那你就只好 帮每个同学 每一组同学 是不是建一个Google Meet 让他们自己去做 连结 所以这边你就可以加入 每一组的那个连结 所以这里指的是小组 如果你是班级本身的 那你直接从右手边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叫视讯会议 这个 你就直接把你的 视讯会议的连结加进来 那目前他支援四种 就是Google Meet 三种 Teams跟Ru 你只要把你的Meet的会议连结放进来就好 那同学呢 他下次 就是等于说把高拔当作自然的入口 当作他的入口 这样 就可以来用 所以你看 如果把 我们这里的 会议室 我把它放进来 放到这边 是不是这边就有了 下次同学就等进到这里就直接打开就可以上课了 好所以这样也OK 好这样也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刚刚老师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些表现的评分 对不对 如果你都没有 你都没有的时候 这里 就只剩就是你在帮同学加减分就只有加分减分 一分 一分 这样 但是呢 你 如果想要有的 你可以从这边增加 按下 然后呢 在这里 就 可以 像这样子 有没有 前面是项目 后面是加减分 那 他最近有更新 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有这种需求 只是助记用 所以零分 有吗老师平常上都会有这种需求吗 他好像不知道是哪几位老师有这种需求 所以他后来本来是不能零分的 他现在就是把这个加进来 也许啦 也许可能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样一个一个打进来要不要打很久 要对不对 所以 他有批示的 就是在这里编辑项目这边 有没有可以一次全部打进来 那以我自己来讲都偷了 我怎么偷了 我就去别的教室啊 我刚刚这边不是已经有很多教室了吗 我都有设好了 那我干嘛还要再重打一次 你可以 来这个地方教室设定这里 我就把原本 我有 做的项目 可不可以直接close 那我就 再混迷到我现在这个教室放进去就好 其实我是建议他可以的话就用汇入的比较快 好就是我可以从别的教室汇进来 整班汇入就方便很多 但是目前他没有做 好所以这边就大家辛苦一点 在这里 我就点进去 贴进去 确定加点分都好了 确定 有没有全部进来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很单纯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把这些项目加进来 那 刚刚呢我们在这里 就是要找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快速教室资料设定 怎么样去把同学加进来 所以 他有他的代码 名称也可以在这里 好名称也可以在那 Qrcode在这边 是不是要找到了 所以他也帮你准备好了 那你的连结 他也准备好 OHA教室没有联络 哦 复制连结就好了 像这样 这样老师大概了解一词了 所以其实OHA的操作 你进来之后 大概你需要做的就是我刚刚这几个 怎么样让同学知道你的教室怎么加进去 那 你要加进去最快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讲的 Google科学书你直接读进来 这样是最快的 如果没有 没关系就是把这个 教室的连结给同学 那如果你有需要做学生的管理 就可以从这边 比如说我要加入学生 可以这样加进来也可以 不过这个都是比较慢的方式 原则上就是 希望老师可以直接带进来的 那是最方便的 好最方便的 好这样 老师开教室应该就没问题了 对不对 好那你来看一下 现在 左手边 刚刚的 几个部分 第一个 有没有一个课堂出席 因为你现在没有学生嘛 所以你就 没有什么好点名的 所以呢你可以自己先测试一下 刚刚我们不是有一个 教室的连结吗 你把这个连结复制了之后 我直接复制就好 我复制了之后你可以 开一个 新的分页 自己当老师自己当学生 试看看 自己当老师当学生试看看 你点进去 对 有没有就一个就位 对不对 好按下去 你就 连结里面就会带有这个教室的代表 你只要打上你学生的名称就好 这样你就可以自己 当学生先测试一下 这样了解 那所以你开两个分页就两个学生 他不是读取你的那个cookie 那些直接登录 所以这样 我们在测试上就比较方便 这样老师这一块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了就剩下 怎么样玩我们刚刚那些功能 那你看 这里有 盗谷技型 有随机抽人 同学分组 是不是都可以用 及时抢达 当然 没有分组过的话 你分组功能那些就不能用 他就直接是灰色 快问快答 快问快答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叫做 就是选择题 跟问答 单选 好单选 这样老师OK吗 那么这里有一个我稍微补充一下 进台语的叫讯息广播 如果说老师 有需要广播讯息 你看我广播一个 请同学回教室 这样 请同学回教室咯 有没有发现你的设备会 跳出讯息 还有一个声音唸出来 对不对 好这个叫做 广播 有一个叫讯息广播 讯息广播 有点像钟声那样概念 所以如果你有讯息要让同学 在画面上看到声音也听到了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 小工具 学中互屏互投那个就还好 互动讯息的部分 我想大家用到机会比较少 因为 现状会可能就有一些那个 及时 的那个 摇天室 所以这个用到机会就 少很多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这几个 因此 OHA它不是一个那种 很难的一个系统 很好操作 很好操作 那 最后呢老师看到右上角这里 有没有一个班级公告 跟Google Meet一样 所以如果有一些公告 要放的 你就可以放在这边 简单的 去 做一个讯息的 传递这样 好 所以 OHA单独的功能 我们就讲到这边 这样 老师OK吗 但如果我们会回到弯弄去 好回到弯弄去 让老师呢 可以 做更多的教堂进来 老师OK吗 了解 谢谢 好好好 OKOK 好 那 现在这样好了之后 我们就请老师来试看看 请你 进到一个网址 叫做 OneNote 这里 1234的1 kow.net 来我把这个网址 我看一下 在 好 在简报的15页 您可以打开 那我也把它放在 我们的讯息里面 您可以进到这个网页之后来注册 一个帐号 好 从 会员登录这边 那麻烦老师你在登录的时候请你用 跟刚刚 注册 OHA 同一个账号 他就会自动把你表达两个做串接 你如果是 这两个平台用的是不同账号 那他就认为是不同的 好所以麻烦老师是用相同账号进来 好这里我就先到这边做一个结束